中央医院 下面就有请金星老师为我们讲述延安中央医院往事 金星北京世纪谈医院副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祖籍山东泰安 1941年9月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 196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 1968年参加工作后 一直在临床第一线工作 2006年开始 关注延安中央医院的历史 这个旁边呢有一个 大家可能好多人都没见过一群年轻人 这个叫沙漏 我呢因为那年我们排烟娃 大家好多人看过啊 我好容易在天衣小市场寻着这么一个沙漏 这个沙漏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计时器 我们现在年轻人可以在游泳馆的桑纳房可以看见 还有我发现金百万的烤鸭电邮 它是一个计时器 比如说我这个呢 它是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 那么它是这样子 你看倒过来 我这一分钟的漏得特别快 这一分钟它就漏完了 那么这个要三分钟漏完 这个要五分钟漏完 当时在延安呢 这个护士啊工作特别辛苦 这个室体温量脉搏 大家都知道要有时间 我量15秒 我量30秒 我量一分钟 当时没有手表 更没有跑表了 现在护士都用的是跑表 连手表都觉得麻烦 那么没有手表怎么办呢 我访问过的这一百多个中央医院的老同志 从来没有人听说 有人给中央医院送过手表 所以有的那个文章写得不确切 那么他们拿什么来掌握时间呢 就是这个刘永荣大夫特别聪明 他就把那个试管啊 把那个试管放到酒精灯上 烧 烧化了以后 这样拉细 就是形成这么一个小过道 这么一个小通道 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洗干净的沙子 装到这个试管里头 完了以后呢 他就拿这个马蹄表 看着表 看着表 往里头装沙子 一分钟 这个沙量够了 那么 他就把它封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倒过来 他就用这个沙的量 来控制时间 倒过来是一分钟 倒过去是一分钟 后来呢 他们还给那个护士 做了三十秒 这样的这个沙漏 所以护士呢 量体温 数脉搏 数呼吸 用的就是这个沙漏 你想有多困难 延安中央医院的环境和设施 十分简陋 有个别刚到延安不久的医生 还曾因医院的医疗器械齐缺 感到无法开展工作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锻炼 大部分医护工作者 都学会了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 完成治病救人的高尚使命 当时 医院的手术室建在窑洞里 虽说是冬暖夏凉 但要在冬季里 给病人裸身做手术 自然室温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在冬季 医院的手术室 采取抵抗烧煤采暖 解决了提高手术室温的问题 这个资料是洛杏阿姨保存的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太重要了 这是我08年在洛杏阿姨家里看到的 第一个就是当时这个笔记本上 你看他们互训班上课 画的这个肌肉血管都非常精准 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他们的这个教学 不是糊弄事的 从这个可以看出这个 另外就是洛杏阿姨 她把药坊的药 做了一个药物手册 这个药物手册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太重要了 这里头一共记录了371个西药 这371个西药包括什么呢 点酒 酒精 莱索 樊世林 还有猪油什么什么 大概你们从上门看得见 所以在延安真是没有几个药 这是有记录的371个药 另外呢 这个阿姨的本上还写了38个忠诚药 这38个忠诚药呢 我大概念给大家 有建胃散 百壳宁 行军丹 壮耳神 我估计这些呢 都是自制的忠药 因为阿姨年纪也大了 都过了七十多年 08年也过了六十多年了 所以阿姨也不记得这些忠药 都是什么做的了 但是呢 我们确实可以有实际的根据 知道延安当时的用药水平 当时还有个什么特点呢 大家看这个本上全部是英文 当时在延安虽然条件那么差 但是呢 用的药呢 全部是英文和拉丁 和英式拉丁 药名没有中文名字 所以所有的护训班的人呢 都得会英文的这个药名 医生下医主也都是写英文 所以呢 当时这个药没有中文名字 就是这个38个中程药 它也都是拿英文拼出来的 这个名字 比如说健胃散 它就是用英文拼出来的 健胃散散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当时实际的 这个医疗的情况 由于物资十分匮乏 医院的每个科 只有三四肢体温剂 每天查体温时 四五十个病人 轮流测试一遍 得花费很长时间 医院的化验室 也只能做一般常规检查 和肝功能化验 细菌培养 是用自制的敷卵箱 用煤油玻璃罩灯 来调节温度 这是小儿科的一个旧址 实际上这个照片拍下来 已经是中央医院撤到瓦腰宝 就是那个秋玉宫那个地方 这个山已经遭到过轰炸了 那么他们外国的 有个医疗队来了以后拍的 这就是小儿科 这个小儿科 当时在缺医少药的这个年代 大家都认为护理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甚至提出来什么呢 就是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那么我想给大家讲讲 什么叫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这个是陈中武叔叔 就是陈玉的爸爸 我们语音同学都认得陈玉 就是陈玉的爸爸 他有一个本 这个本的封面呢 大家看这个花布 是用布做的布壳本 自己盯着这么一个本 这个本呢 他自己写了一行字 就是在小儿科 工作的一些点滴体会 那么这是他记录的一个病例 他记录了好多病例 但是呢 对不上咱们同学的名字 这个病例呢 记录的是一个慢性 习惯性消化不良的小孩 这个孩子呢 两岁四个月 还有住院号 那么这个小孩呢 当时给他的饮食处方 我们知道在延安呢 吃饭是有处方的 因为药少 就要拿饮食来配合治疗 这个饮食不是随便给你的 是医生设计的处方 那么从这里头 可以看出来几个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这个孩子啊 每三个小时就要喂一次饭 大家看见了 那么两岁四个月的孩子 又是个病孩子 我估计他自己不会吃 都得护士来喂 那么喂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非常好消化的一些食物 这里头呢 还有几个比较特殊的 有这个菜汁和菜泥 那么在这个陈叔叔的这个本里头啊 就非常详细地记录 菜汁怎么制作 多少菜 放多少水 煮多长时间 菜泥怎么做 这个肉汤怎么煮 都记得非常详细 不但是这样子 而且呢 还要规定的是 这个吹菌怎么消毒 这个成品呢 做出来的这个菜泥菜汁 要放多长时间 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夏天不能超过四个小时 冬天不能超过六个小时 大家都知道这也没有冰箱嘛 做出来的这些东西 就有这么严格的规定 所以我理解呢 就是现吃现做 所以如果想想 这个病房里头 有这么三五个病孩子 这护士一天得忙成什么程度 对不对 给这个孩子喂了 给那个孩子喂 而且不同的孩子 吃得还不一样 这是两岁四个月的 还有更小的 还有大的 有八九岁的 所以大家吃的都不一样 所以什么叫三分治疗 七分护理 什么叫饮食处方 饮食处方就是这样的 好 这就叫饮食处方 所以呢 中央医院的好几个 这个叔叔阿姨都跟我讲 说这是延安 全延安唯一的 在延安 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 医治疾病 护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才因地制宜的 提出三分治疗 七分护理的治疗原则 在延安中央医院 从医院领导到各科主任 专家都认为 护理工作是整个医疗工作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护理工作和医疗工作 良好的配合 才能使病人收到战胜疾病的效果 护士应该是病人最贴心 最知心的人 护理工作多一份辛苦 治疗就多得几分效果 特别是在当时药品 极端缺乏的情况下 只有经过细心的护理 才能让疾病慢慢痊愈 身体慢慢恢复起来 我呢就是 两年以前吧 那次到成都去 见着一个老红军 李洪祥阿姨 当年她93岁 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那么我就把这个故事呢 讲给大家听 1946年的时候啊 1946年4月 这个李洪祥阿姨 在中央医院生下了这个女娃娃 她叫那个陈燕 这个阿姨呢 因为是个长征干部啊 她当时是在康大学习 那么带着这个陈燕 她条件比较好 到喂奶的时间呢 这个警卫员啊 就把娃娃从托儿所抱过来 抱给她喂奶 结果到冬天的时候 沉压十个月 就因为这么抱来抱去啊 就发高烧 得了肺炎了 还合并长眼 一天还浮屑不止 这样子呢 这个孩子呢 就奶也不吃了 眼睛也不睁了 有这个阿姨急坏了 就抱着这个孩子 上中央医院去看病去了 侯大夫一检查呢 说孩子严重脱水 得需要住院治疗 那么因为这个孩子小啊 只有十个月 所以呢 阿姨陪着她 侯主任叫她怎么的 交给她 拿一个小勺 把这个娃娃的嘴啊 给撬开 一点一点的 要一天一周夜不停地 给她慢慢地喂水 那么当时呢 小儿科有个王大夫 就拿那个大注射器 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大注射器 给这个陈亚的液窝下头 这个地方皮肤比较松 还有就是腹骨沟 这个皮肤比较松的地方 就给她推这个胜利盐水 这是一种补液的方式 她要一边慢慢地推 一边揉这个皮肤 完了以后让这个水吸收 这样子呢 来纠正这个脱水 结果就经过这样一天的治疗 到第二天下午啊 陈阿姨说得特别好 中央医院开饭了 当当当当当的 钟声一敲 结果这个小陈亚呢 就睁开眼了 所以呢 阿姨讲得特别形象 当时就是这样子 来救助孩子 艰苦的生活条件 使这些从大后方城市 和南方地区的革命志士 来到延安后深感不适 患者患有胃肠疾病的人很多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食物 粗质小米 黑豆等不易消化的食物 可能会使患者肚子疼 腹泻 反酸 甚至呕吐 但是 医院也只能从饮食方面 给予调剂 吃些容易消化的半流质 待胃肠功能慢慢恢复 病人发烧 一般只能用温水或酒精 擦育这样的物理方法来降温 手术后的病人 只能由护士给予生活上的照顾 不要让伤口感染 等伤口慢慢愈合 中央医院在抗日的烽火中 不断扩建 两年后 一间窑洞102座 平房90间 从1939年建立 到1947年的撤离 中央医院一共收治病人 13876人次 中央医院的医疗水平 远远地高于当时 中国国内的平均水平 据傅连章院长 在医院成立四周年报告的统计 儿科小儿腹泻肠炎的病死率 为8% 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病死率 为5% 明显低于当时国内一般所见的20% 当时国内产妇的死亡率 为1.5%到3% 而中央医院产妇的死亡率 1940年到1941年 为0.36% 1942年到1943年 我觉得在延安有太多的历史值得挖掘 探讨和研究 中央医院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如果不去揭开这个封城的历史 把这些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故事拿出来晒一晒 让后人知道我们当年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觉得是挺有愧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表述的我觉得是最鲜活的研精神 那么是非常有内涵的 这就是我们要世世代代相传承的中华民族的精髓 我们这代人是经历了过去的人 我们有责任穿越时空 把那些过去的事情告诉后人 我们的国家是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和欺辱 老一辈人经历了怎样的贫穷和困苦 他们为什么要救国 为什么要奋斗 不能像现在把那些嘻嘻哈哈的戏说当成历史 因为生活从来就不是密关关 不能轻易就玩过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人什么时候都不能轻狂 要像老一辈人那样有理想 有目标 要有吃苦的精神才能圆梦 那是一代特殊的人 是他们在延安这个特定的环境里 用自己的爱心创造了一套特殊的护理工作规程 他们把医护工作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医护人员真正是以三分治疗 七分护理来挽救病人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 坐落在延安的中央医院经历了多次的改编 现在是位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无论现在的医疗如何改革 八路军医务工作者 艰苦奋斗 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都应当代代相传